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结束之后 整个四强也可以说是这个出具出型了 是 其实从目前的一个出现形式来看的话呢 上海队其实已经是提前锁定了一个四强的名额 没错 不过的话呢 从整个的一个小分来看的话呢 上海队这边并没有锁定一组的第一位 不过的话呢 对于上海队来说 第一位 第二位之间似乎这个差距并没有很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赛季的话呢 半决赛将会是一个单场决胜制 也不会去分主客场 也没有说有主场的优势 而且又是一个全华班的阵容 所以说的话呢 对于上海队来说 拿第一拿第二其实问题并不是很大 关键是呢 今天一组的另外的两支球队 四川队 以及今天他们的对手 这个江苏队之间呢 可能要争夺另外一个出现的名额了 从目前的一个形式来看的话呢 江苏队这边是积了六分 六分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看呢 其实优势并不明显 身后的四川队的话呢 有五分 以目前两队这样一分的差距来看 今天这边江苏队的话呢 其实从目前的这样一个积分形式来看 必须要全取三分才能够确保 拿到这样一个四强的名额 因为我们看到从整个的一个小分形式 包括得失局的一个形式来看的话 如果说今天这场比赛 浙江队 今天这场比赛江苏队的话呢 是拿上海队是打三比二这样一个比分 其实也是不够的 对 四川队一旦取胜的话呢 将整个的一个小分的优势 将会反超江苏队 获得一个这样的一个晋级的机会 所以说今天对于江苏队这边来说的话 反而压力会显得更大一些 而上海队这边的话呢 其实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包袱的情况 实际上平淡 可以平常心的来应对这样的比赛 对 确实在这个小组中 江苏跟四川比分是咬得非常紧啊 目前给大家汇报一下 上海队是积到了9分 江苏队积6分 四川队积5分 河南队积4分 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 对于江苏来说是这个至关重要的了 那上一场比赛 我们看到这个上海队阵四川的一个比赛中 其实上海因为我们都知道 它是稳进四强了嘛 所以他派出了一个这个二队的一个阵容来对阵四川 最后也是0比3 非常遗憾地败给了四川队啊 那想问一下文君 你觉得像这样的安排 或者是这样的派二队出战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出人意料吗 或者说值不值得商榷 其实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呢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赛位置的比赛 整个球队的体能方面呢 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 包括我们之前解说到山东队 此前也是全胜的情况之下 由于体能方面的劣势是输给了北京队的 所以说的话呢 在整个赛会制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条件之下 沈中指导呢 派上全替补的这样一个阵容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而且我们知道上海队这边的话呢 其实整个赛制方面 对于一组的球队啊 可能还是稍稍有利一些的 因为他们今天比赛完了之后的话呢 明天是有一天的这样一个休整时间 然后呢再会进行周六的这样一个半决赛的比赛 而相对于F组来说的话呢 他们今天休息 明天进行这个F组最后一轮 然后马上就要进行半决赛的比赛 所以说呢 以这样的一个对比来看的话呢 沈中指导在连续的两场比赛当中 来进行替补阵容的轮换 我觉得是对于主力阵容很大的一个保留 保留的实力 对实力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要考虑到上一场面对江苏队比赛 咱们也介绍到了 其实上一队这边可能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 像张志佳上一场面对江苏队的话 是打了没几个球就换下场了 而且在第一局的尾声阶段 主要二转手郭成也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所以说呢 对于沈中指导来说 一是不希望球队来冒险出现整个更多的伤病情况 二的话呢 也是保存体能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两队的手法阵容 到比赛当中的话 我们去揭晓一下 其实我大概率预测一下 今天上一队应该也会是一个 顶多是一个半主力半体肤的阵容 更有可能还会是一个全体肤的阵容 这样的话呢 给到主力的球员多达三天的时间来调整 这样的话呢 可以满血回复来打这个半局赛的比赛了 对没错 刚刚我们也是在这个现场的画面中看到 像文君提到的张志佳 他其实伤病情况恢复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他这个扣了一个球之后 下场之后就是脚也是一拳一拐的 包括郭成也是 所以今天我们预测呢 上海上二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或者是说由像傅侯文这样的老将来领衔二队 对战到江苏队 那江苏队其实也不是说 这个阵容不好 江苏队这个整个阵容也是有非常多国手云集的 那您觉得如果江苏队今天遇上上海的这个二队 他们优势在哪里呢 其实今天如果说江苏队是要 以这样的一个全主力阵容来应战的话呢 面对上海队这样一个替补阵容 我觉得拿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整体实力方面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从上一场四传队全主力 面对上海队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上海队这个替补阵容的话呢 可能还是显得比较年轻 无论是接船转的方面的话呢 可能还是会需要有提高的空间 不过今天只能一提的一点就是 在二传这个位置可能对于徐真森这一点 对于上海队来说 应该是一个绝对的好的一个历练的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过程这边是有受伤的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全体部的 这样的一个阵容当中 徐真森在上一场面对江苏队的比赛当中 其实二三四局就是以他以阵容为全主力来打的 所以说需要给徐真森一定的时间 一定的机会来上场 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所以说今天一场比赛 徐真森这一点可能是上海队最需要 去磨练的一个点了 对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赛季不能引入外援了之后 我们一直在说上海队 缺一个实力非常强的一个二传 之前是引入了这个马鲁夫 但是现在不能引入外援了 所以一直上海队是在用过程打这个首发二传 然后过程受伤了之后 其实上海队非常需要在二传位置上 能有一个能顶起来的人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期待徐真森的一个表现 那在观看比赛之前 我们还是要提醒您 全新黑科技5G云观众 在咪咕视频APP独家上线了 球迷在咪咕视频观看排抄比赛时 可以选择云观众连线 将自己的观赛画面投射到现场观众席的云观众大屏幕上 与全国各地的球迷相聚现场为主队加油助威 咪咕新赛季排抄赛事直播中 推出了5G云包箱看球黑科技 用户可以通过体育页面进入到想要观看的排抄场次 点击下方邀好友一起看按钮 创建5G云包箱即可分享海报 邀请球友共聚云端观赛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这个比赛画面进入到比赛现场 国家级天津 祝您国家级辽宁 魏杰国家级四川 孙海涛国家级辽宁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和主教练 江苏队2号余杰国家级辽宁 4号赛海多 5号余杰国家级辽宁 6号江泽国家级辽宁 3号袁辉宁 9号刘宁 9号刘宁 10号杨天元 你看到今天江苏南京馆列猫猫是拿出了全主力的一个阵容 是 对这场比赛相当的重视 确实也相当的重要 没错 6号亭杰国家级辽宁 10号队的这个首发 是拿出了戴清瑶来带整个二队吗 应该是一个半主力半替补的阵容 半主力半替补 对 其实也算是一个主力阵容 只是这个张志佳是不能上场的 所以 换上了一个从刘洋归来的一位秦真 上个赛季是在日本联赛效力 发挥的也是非常出色 对 因为这场比赛的话呢 赛前我们通过计算小盒来看的话呢 上海队这边其实并没有锁定小组第一 对 经过计算的话呢 这场比赛上海队至少要拿到一局 才可以锁定小组第一 才能锁定 对 因为是要拼这个胜场术的 是 等于今天上海的阵容其实就是换了两位伤病主力下场 对 换了这个二传过程跟张志佳在下面休息备战半决赛 是 因为上一场比赛的话呢 的确全体股的阵容似乎没有任何的一个竞争力 对 原台的发球 李鹏志的这个扣球打的还是相当有利 打了一个空刀 扣球 来自 还是渊泰 渊泰 这球给了一个后排攻 而且江苏队在后排的保护是做的相当不错的 渊泰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主攻 在2019年的时候入选新一期的国家南排集训队 然后16年这个U20亚洲青年南排锦标赛是拿到了冠军 而且入围了这个全力新阵容 今天在整个江苏队的首发阵容来看的话呢 还是渊泰和张晨来搭档主攻位置 副攻位置上的话是戴海波以及袁灰龙 那今天余耀晨的话呢 依然还是二传手 张晨是刚刚这个球想给一个轻打 但是有点失误了 这场比赛对于江苏队来说的话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应该要稳定心态 因为的确在整体阵容实力方面的话呢 要比半主力半替补的上海队要强制不少 这球出现了发球彩线的失误 发球彩线的失误的话呢 的确在最近的几场比赛当中好像显得比较多 对 上一场就是昨天的比赛啊 北京队面对山东队的比赛 北京队在一局比赛当中里面出现了两次发球彩线 像今年的这个排超彩线啊 然后连击啊吹的都是比较多的 是 好球 应该是打到了边线上吧 对这个球私线给的是界外 但是主裁方的话呢 是把得分是判给了上海队 嗯 五鹏制的发球 今年我们说过有非常多亮眼的新秀啊 亮眼的小将出现在我们排超的赛场上 对五鹏制其实就算是一个 因为之前上海队一直在接应位置用的这个外援嘛 所以五鹏制一直是打替补的位置 没错 今年也是能首发非常不容易 王口一个争夺 刚刚非常漂亮的一个篮马 这球的话呢 的确前排掩护少了一些 所以导致呢 整个江苏的进攻显得非常的暴露 肯定是会往二号未来传了 所以上海队这边三人篮网的话呢 整个的一篮网手移动的非常快 五鹏制其实是一名大学生运动员 所以现在其实这种球队引进大学生运动员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给了很多年轻的人锻炼机会 而且大学生运动员的这种 没错 这球的话呢 其实三万位想要打一个快球的 但是的话呢 球给身前的时候秦真啊 我们再来注意一下 你看这球正好远离秦真的手臂 秦真应该是这球跳早了 周向东的发球 再打快球 对 这种球的话呢 要多打啊 整个的配合就打出来了 对 主要二传也是上了替补二传嘛 所以跟队员之间的配合还需要慢慢来磨合 对 所以今天的话呢 从整个上海队的手法阵容来看 其实像秦真啊 包括像几位可能坐在替补席上的几位主工 对 寒天一 寒天一 包括像黄冰 可能的话呢 在半决赛比赛当中呢 上场机会不会那么的大 对 但是呢 我觉得徐真森这一点 可能会半决赛当中上场机会非常大 因为郭成这边到底伤之如何 都是一个未知处 都是一个问号 张志佳刚刚是看到他 我赛前还在跟文君说 我说这画面里看到张志佳了 这个腿是一拳一拐的 确实伤病可能不太乐观 是 张志佳的问题的话 就是上一次面对江苏队的时候出现 没打几个球球被换下 当时我们还在疑惑说 是不是张志佳状态不好 其实下场之后看应该是 伤病 应该是有问题啊 有点伤 看四号位好球 这球四号位下球下的非常果断 这球上上海队一船没有接好接飞了 对 组织进攻没有组织起来 给了江苏一个大机会啊 张晨发球 而且这个球的话呢 王口已经形成了一个担任篮王 对 张晨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女排队员 张长宁的哥哥 哦 前摆穿篮王 这球后排救的不错 但是王口要争夺 出网了 这个应该是出网了 没错 这球的确前摆出网了 二财的判罚是非常准确的 7比4 之前我们看到上海其实 除了上一场对阵四传以外 还是在其他的场次 比如说这个比分已经大大领先的时候 也换过二队的队员来上场 对 当时是由这个福侯文来领先这个二队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半二队一半一队的一个阵容 一个轻打 这球其实又没有给好 没错 王口再给他 再给快球 好球啊 勇辉龙 这样的话呢 场边要请求暂停了 这个局面的话呢 其实我们赛前可以预料到 因为江富泽这边全主力的应战 面对上海队这种半主力半替补 可能磨合并没有那么的好的阵容 主要是要看二传这个配球的问题 是 我们来听听沈秋怎么来说 明天最高点 但是没有 走二队 来 来 半刀位他这二队没准备 前面他是往前补点 把这种半刀位的菜 好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 2019到2020赛季 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重启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 由江苏南京广联猫猫 对阵到上海金色年华排球俱乐部 第一局这个8比4的比分的话呢 对于江苏来说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一个不错的开头 这球而且突然间发了一个前驱 对这边一攻呢又出现问题了 只能轻打过往 再给后排攻 又是后外形的拦网 今天开局气势如虹啊 全队可以说整个士气非常的高涨 为了争这个四强的名额啊 非常平 对 确实今年一个全华班的阵容 对于江苏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啊 江苏队整个全华班的阵容是并不差的 后排攻 好球 来武鹏志 武鹏志这个点的话呢 其实之前 几场比赛表现就相当不错了 是的 之前上海队是引进了外援来打接应啊 因为一直没有这个好的接应位置 可以来 国内球员可以来顶住 那今年是上了武鹏志这样的一名小将 给我们非常多的惊喜 也现在完全是可以 担任上海队这个接应首发的一个位置 是 这球很聪明啊 做非常漂亮 其实王口的话呢 双篮王已经到位 但是渊泰的话 突然之间 手腕一抖拐一条直线 而且一个轻掉 使得上海队后排的话呢 保护是显得薄弱了一些 渊泰身高1米8 但是他的扣球高度高达了3米57 篮网高度是3米5 非常优秀的一个数据啊 是 所以你看 渊泰1米80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手 身高的话呢 可能相对来说会显得矮一些 但是他的弹跳是非常好的 没错 上海队今天其实还以颜色啊 海天1 也是一个轻掉 想看啊 achtet 徐正森的发球 你转接得不错 站起来后排 这球后排的话呢 要避开来往手给了一条斜线 刘向冬也是队里的老将了 对 经常在关键分阶段单起重任 其实像刘向东这样的老将啊 他的整个体能恢复会显得更加重要 对 所以明天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对于江岁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恢复体能的这样一个选择 那对于上一队来说的话呢 他的整个主力阵容恢复体能已经恢复得够了 恢复得不错了 上一队这两颗快球都打得不错 对 上一队王口的话变化比较多 需要多打一些快球来加强二船 跟新队员之间的一个磨合 是 但是很重要一点就在于自己一传一定要到位 对 否则二传只能是调整给二位四号围来 好球 这个空档找得不错呀 还是刘向东大斜线 打的质量很高 这球的话呢 从篮网手中间钻出去的 是 上一队前排双篮网没有及时手臂合拢 没错 好的 这球丁慧接得不错 那 这球丁慧一传接得非常好 所以导致这一次整个上一队一攻呢 成功率就非常高了 在整个上一队自由人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其实 无论是童家华呀 还是丁慧 个人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不过上一队之前的话 一直用童家华比较多 三号位快球 欢迎颜色 两天是这个 平凡的打快球啊 对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 他的整个这个质量 还是比较高的 几次三号位的快球 算是配合也打出来了 并不是说平凡失误之后 强行要找二四号位找强攻 没错 二号位 武鹏志 这个球扣得非常死啊 而且继球高度 这样的一名小将 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 而且前两场比赛赛后啊 武鹏志在接受咱们咪咕视频采访的时候啊 就一直提到说作为大学生球员 本来这种比赛 他基本上就是没有 没有上场机会的 对 现在的话呢 反而是成为一个球队绝对的主力 对 所以球员他本身自己也很 珍惜这样的机会 现在上海队非常依靠他 对 非常依赖他来 这个二四号位下球 一传接完狗了 好球 给了对面一个探头 还是余妖诚 看头如果余妖诚在往下的一个情况的话 其实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余妖诚这样一位进攻型的二船 而且他的传球传得非常隐蔽 嗯 这样的话呢 上海队是请求了第二次的暂停 好的让我们暂停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呢 是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19的2020赛季 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重启第二阶段一组的第七轮比赛 由江苏南京广联猫猫对阵到上海金色年华 本次比赛重启之后也是在国家体育总局勤王岛训练基地来进行的 是 我发球 哎 把球直接得分 直接破掉了这个遗传啊 这这球的话呢 其实两名球员之间的似乎有点抢啊 呃丁慧 以及徐晨森之间 其实这球两人之间喊一喊 可能都能够把球给救到你看 两个抢一块去反而救不到比一球了 对 对 走开走 江东的发球威力非常大 嗯 这球遗传还是半到位 武鹏志 好球啊 这球武鹏志虽然说后球是出界了 但是这球 想法非常好 拐了个直线 对 这球拐直线没问题 现在的比分非常不乐观啊 上海队 对 上海队今天是 至少要赢下三比一 才能 这赢下一局 稳下一局 对 赢下一局 才能稳住小组第一啊 对 但是现在 尤诺成的形式来看啊 上海队这个一局 其实说不定还挺难赢的 哈哈哈 因为现在从整个上海队进攻端来看的话呢 呃 武鹏志这一点可能是让人比较放心的一点 对 其他球员的话呢 似乎啊 今天好像状态一般 听头刚刚也是给到了张晨啊 张晨也是 元老级的国家队的运动员了 在前后的发球 好发 前排的接近三人拦网 其实双人拦网 把球拦死 今天双方都是国手云集啊 所以 也都非常了解彼此 对 这个什么打法 什么套路 玩的就是这个心理战了 今天这个比赛 防得不错 定会 嗯 后面还有起球 打手 哎 防得还可以啊 卡位反应很快 对 卡位是非常可惜 但这球的话 的确上海队打的质量更高 嗯 然后上海队这边连续得分之后的话呢 江苏队这边也请求暂停了 虽然说江苏队领先很多 但是我们知道 卢贵忠知道 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啊 还是比较谨慎的 你看上海队有一个抬头的这样的趋势 赶紧就要停 双方其实是属于连续多分的这样的 对 江苏队连得四分之后 上海队还颜色连得三分 都注意保护 暂停结束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这是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 2019到2020赛季 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 第二阶段一组第七轮的比赛 由江苏南京广联猫猫 对阵上海金色年华男子排球俱乐部 现在比分是17比12 江苏队领先 这个球其实 差一点点就到位了 赞宁也是打断了这个手感 是 戴晓这个球的话呢 找点找的还是非常准确的 但是的话呢 稍稍线路偏了一些 好球 下了一个四米线 还是五鹏之 这局在二号位的下球 基本上全是五鹏之下的 对 主要是 五鹏之啊 他自己状态也好 五鹏之这状态的话呢 其实就有点像昨天 好球 这个球其实一传接得非常糟糕 但是余妖臣的话 他其实像是一个跑动的过程当中 把球是直接送过了吧 进攻性二传嘛 余妖臣这个做的也是非常彻底 嗯 其实的话呢 今天五鹏之的状态呀 有点像昨天北戏的这个江川啊 整个个人发挥是非常好的 对 对 就是属于怎么打怎么有 现在关键看上海队这边啊 怎么把整个全队的状态给调整起来 对 现在感觉就五鹏之状态是好的 对 戴晓这边还没下球啊 嗯 哈哈 转到位了 哎非常聪明啊 这个球 看杀的又防起 前排双蓝网蓝网出现 打手出界 排球这样这种球的话呢 以他的特点啊 就是轻轻的手指尖 哪怕粘一点点球就起来 对 江苏队先来到了他们的20分 哇 于耀诚这个发球 好球 打了一个前交叉 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的高 但是你看啊 今天上海队虽然说比几分 现在落后5分 丁慧的几个起球质量还是很高的 对 而且弹网之后几次 二次反应是够快的 上一队还是要抓住他们的防满球机会 15比20 好球 起得不错 这球起球起得还可以的 漂亮 会白撑得很好 所以你看啊 这刘向东啊 这个下球能力是比较强的 对 而且作为球队当中有经验的老将 到这种关键分的时候呢 一般都会更加相信老大师 非常需要他 对 很像你老大哥 这就是为什么河南队进攻的时候 你们发现各种球都 随建军 对 大军人那去给你知道吧 哎 这颗球打得非常聪明啊 张神 轻打 轻打 打到后排的这个空档上 原泰发球 我估计 我估计 这边至少有个三分之一的得分是他的 目前现在官网上有一个这个 全明星阵容嘛 从现在这个赛季的得分情况来看的一个全明星阵容 这个接应位置上就是五棚志 第一次上场的小将能进入到 全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排名中 真的非常多 其他位置啊都是像张浙佳这样的老将啊 这样的国手 站在位置上 那今年的这个大名单 或者说明年大名单看看 里面能不能有五棚志的身影 把球非常威力啊 这好接 这球有掩护还不错 嗯还有保护 再给四号位好球 下了一颗直线 在千尧的话呢 需要慢慢把自己的状态给找一找 他不仅仅这场比赛啊 上一场比赛就不说因为没打是吧 在上一场比赛面对江苏队 其实前一段比赛打的也不好 需要预热 对 还是到后面第二第三局的时候呢 可能慢慢状态才起来的 这个直接给了一个探头啊 戴琴要直接下 但是三排触网了 哦这个是前排触网了 对这球给了前排触网 这种就非常可惜啊 其实探头都给到位了 刘向东的发球 现在江苏队是24比17来到了他们的局点 看一下能不能抓住机会 看球球哎 保护的不错呀 后排有保护啊 后三 撑起的不错 给到刘向东 哎这颗球 这个球刘向东的话呢 就有点急 呃这场比赛之前啊 另外一场比赛辽宁队面对天津队的比赛 对当时主要练就提到一个事儿 就是有时候啊 这球调整功了 或者说球给的不好 给的离身体太靠前太靠后 让你打的不舒服情况下 千万不要莽撞去打 这个调整功有点硬打的意思了 很勉强 对千万不要莽撞去打 你把球啊打在对方手上 重新其他球员保护一下 对不对还有机会 好这样的话呢 江苏南京网练猫猫 是先下了第一局 是 这一局比赛的话呢 的确从整个的一共成功率来看呢 江苏队的确要明显优于上海队 上海队自身失误稍微显得有点多 没错 让我们稍作休息 马上进入到第二局的比赛 我们下来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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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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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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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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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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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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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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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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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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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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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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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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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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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